十惡不赦 人神共憤 那就要大家再給孩子機會 抱歉啦你就關起來 你到監獄裡面去好好反省 這已經是社會給你最後一個機會 在監獄裡面反省吧 沒有什麼機會不機會 委員在這個衛福部他之前啊 在跟這個黃子嬌合作的時候 就已經被質疑說這個 對這個藝人對象不太合適 他們說很兩難 結果要爆出這麼多的案子 才說要停止合作 我今天特別跟衛福部來的 這位官員我特別跟他講 我請他帶話回去給那位司長 他所謂的 跟黃姓藝人解除代言合約 他說很兩難 我要他把這句話帶回去 說我們社會的憤怒 要你這位司長滾蛋 一點都不難 他搞清楚 他保護師是在保護誰啦 你應該保護被害者 你要保護兒童青少年 不是嗎 這是設你保護師的目的啊 你保護師在保護那些加害者 然後運用 說這些加害者是 社會的名流 是藝人 有宣傳力 有廣告力 講什麼屁話 這樣子的官員完全不適任 所以我剛剛跟衛福部講 我說很簡單啦 他就今天交出辭城就對了 520畢業照他不用拍了啦 就是有這種官僚可惡到極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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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